这是我们的那个影片 就是Google Classroom 有放那个气压剂的游览 气压剂的游览那个影片 不知道各位没有去看 有一点还不错 蛮精彩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护血气压 那个影片你如果有去观赏一下 他就会提到说 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他认为说真空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不自然的 自然界不喜欢真空 所以他曾经有一种理论是说 物体的运动 是比如说球在飞 是因为后面的空气 补过来 就是球这样飞出去的时候 它会在它后方 产生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 然后后面的空气因为 自然界不喜欢真空 所以后面的空气会补过来 然后一直推着这个球 那当然后来 我们说一个陀螺 他被 他被这个 他被 他没有一直被推 他也可以动 他没有一直被推 他也可以动 就是 亚里斯多德 他会认为说 是一定要一直推才会动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举一个例 就是陀螺 陀螺的话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力量 一直在推 侧面 但是他可以 转起来 就一直转下去 那他这个就是 所谓的 惯性 那其实我们不是要讲惯性 我们要讲的是真空 曾经有很长一阵子 真空被认为说是 不可能存在 但是 如果你有看这个影片 你就知道说 在 这个文艺复兴时期 那时候有一些人在挖矿 那挖矿的时候 发现那个搓水 因为 矿坑很会积水 然后他们就 要把水戳起来 可是怎么戳都发现 那个水 就像吸管 怎么吸 怎么戳那个水 没办法戳到 超过 十公尺左右 那你在往上戳 就一直戳不上去 我就 就感觉 好像 有一个空间 位置在那个水柱的上面 那后来就是有 玻璃切粒 这个人 他 想到一个实验 可以去 证明真空的存在 那这个实验是 用一个水银 水银装满这个室管 画的 室管应该画好 给爱这 好 好 这个是室管 然后里面 装了水 放在一个 盆子 盆子里面也是装了水 以外 盆子里面也是装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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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子里面是装了水 然後結果這個試管裡面就會有一段空間 那這個空間因為它一開始是裝滿滿的 把那個水銀裝滿滿再倒下去的 那這個地方就出現了空間了 它原本是沒有空氣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叫做針控 因為實際上原本是沒有空氣 那但是呢 為什麼這個水沒有直接全部掉下來 那曾經就有人覺得說是針控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但是針控如果真的是真的空空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它怎麼會有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呢 應該是不會有 既然它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它怎麼會有吸引力呢 那所以後來就脫離切粒 如果你有看這個影片就是 脫離切粒前面還有一個人 他就想到說也許它不是被吸上去 而是被壓上去的 是外面的壓 外面壓下去 然後裡面沒有壓到 裡面沒有壓到 因為被那個玻璃罩住了 所以就是像外面的壓下去 到裡面伸上去的 所以就發現了大氣壓 那這個大氣壓呢 就叫做76公分水柱 所以我們就用76公分來代表大氣壓 那我們前面說 上禮拜呢 我們說這個壓力的公式 我們說這個壓力的公式 T可以寫成RhoGH 這樣 那我們如果把水銀的密度帶進去 把水銀的密度帶進去的話 就是13.6克重 13.6克然後 除以 立方公分 一立方公分 13.6克 這個是水銀的密度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 乘上一個重力加速度G 就會變成 乘上一個重力加速度G就是 公克就會變成公克重 那公斤就會變成公斤重 對不對 就像 例如 一公斤的物體 在地球上 在地表的重力 重力的量 就是一公斤重 所以 這個 你如果把LowG看在一起 就是13.6如果是水銀的話 13.6 然後 乘上重力加速度G 你得到的就是 RowG 就會等於 13.6 然後 克重 然後 再除上 立方公分 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啊 因為接下來我們把13.6 立方公分 然後13.6克重 就把這兩個合併的 就是13.6克重 每立方公分 那你去乘上高度是76 這樣你就可以算出這個 大氣壓 然後而且是用這個單位 用這個單位 所以 你可以用 10.3克重 就會是 13.6 然後 克重 那它去除上 立方公分 然後呢 去乘上 76 公分 好 這樣子乘一乘 你就會得到 你們熟悉的1033.6 國中有沒有聽說過1033.6 1033.6克重 然後 這裡 已經變壓力了喔 已經變壓力了 因為 它這個三次方 然後乘上 分子 分子有一次方 分母有三次方 乘上去變分子 分母變兩次方 所以這邊是平方 那這個是 每 三位面積受的重量 所以已經是壓力了 那麼 上禮拜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說 這個其實是可以換成 換成 換成 換成帕斯卡 換成帕斯卡 我不太記得有沒有說了 我現在也沒辦法回去看錄影 總之 這個是壓力的單位 到目前為止 各位可以接受嗎 如果可以的話 請留言 這也就是複習國中的內容而已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平方公分和克重 換成帕斯卡 換成帕斯卡的話 是這樣子 就是 克重 相當於 一千分之一的 公斤重 然後 平方公分 相當於 一百分之一 再平方 的 平方公尺 因為公分和公尺是差一百倍 那 一百倍再一百倍 就是使得複釋放 那所以這一項呢 它其實就會是 1033.6 然後呢 去乘上 上面 上面 上面是 10的負3四方 下面是10的負4四方 所以它其實是 分母是負4 分子是負3 那這樣就變成10 這樣變成10 這樣 那所以這也要乘上10 然後 後面的單位 就直接換成 公斤重 例 平方公尺 所以就變成了 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 那麼 這個 這個公斤重 還可以換成 9.8牛頓 這個公斤重 還可以換成 9.8牛頓 那這樣換一換 就會變成 1033.6 然後乘上 10 再乘上 9.8 牛頓 除以平方公尺 這整個 就是帕斯卡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畫的 一個牛頓 站在一平方公尺上 這整個東西 就是壓力的單位 叫帕斯卡 這些全部 乘起來會得到 1013左右 大約是 1013 00 然後牛頓 除以帕斯卡 那大約呢 就是 1013 100 所以 你如果看氣象新聞 它有時候會說那個 颱風的中心 氣壓 890 然後900 百怕 這樣子 或是它寫H怕 H就是Hundre Hundre 就是 百 所以 H怕 就是百怕 所以 這裡是跟各位複習一下說 大氣壓 可以是每平方公分 1033.6克重 那也可以是1013百怕 這樣 那它也可以是EATM 如果在化學裡面 各位熟悉就是EATM 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直想氣體方程 我們先把這個結論 放在一邊 先把這個結論放在一邊 就是E大氣壓 等一下我們也許會再用到 一大氣壓就是 1013 H怕 這個我們 待會會再用到 那我們就先擦掉囉 如果說 同學要截圖趕快截 或是你之後看錄影也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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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擦掉 好,我们等这个黑板干掉一下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请大家翻到170页 这边还没有干 再等一下好了 头发很帅 有人进来拿东西 我们等这个干掉 我早上发现一个方法 比较快赶 好,应该差不多了 那这个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各位是不是化学课有学过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有 就是你像高静堂说 老师我忘了签到,那你可以回答我 就代表没有签到 可以,我不是说可不可以 我是说有没有化学课有没有学过 理想气体方程式 那其他同学如果你有回答问题 老师之后都会记录 好,这个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我们也是复习 我们会用比较物理的角度 来介绍他们 那这个其实是归纳而得的 就是由实验来的 这必须要强调一下 因为之后我们在四字二呢 完全是用理论去推理的 然后结合了四字一四字二呢 我们就可以建构 气体把实验和理论结合 实验归纳而得 那第一个就是波伊尔定律 编号1波伊尔 那我们来上一下英文 波伊尔 波伊尔 就是波伊尔 那它的概念就是 定温的时候 当你的温度维持固定的时候呢 压力越大体积越小 压力 它会正比于体积分之一 压力大 体积就小 它们会成反比 这个是波伊尔定律 那实验的图会长这样 如果是单纯直接PV图 对了 V是体积的意思 P的话是压力 V是Volume Volume就是体积 那P9介绍过了 就是压力 所以你用压力和体积做图的话 你会得到这样的图 有点化太上去了 有点化太上去了 好像會變成這樣子 它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有人這個蹭人之尾 那如果你要讓它成正比的話 基本上就是打這個V导數 然後去做實驗的話 把它變成V的檔數 會是比較好看的一個圖 它會是成正比的 它會是成正比 因為P跟V分之一才是成正比 P跟V分之一才是成正比 那這個你可以很容易做出實驗 如果你只要有一個針筒 只要有一個針筒 針筒上面有一個橡皮塞塞著 不要讓它漏氣 這也不算是針筒 就是那種壓下去可以噴水的 那也算針筒 我也不太知道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有那種有刻度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活塞 然後裡面有一個活塞 那這個地方可以有橡膠圈 它不會漏氣 然後你可以在底下掛重物 掛砝碼 那這個表 這個面積A 這個針筒的面積可以算 那你面積乘上刻度 你就會得到體積 那你這裡往下拉的力量呢 你也是可以從砝碼的重量知道 就是力 可是力去除上A 往下拉的力去除上表面積 P就是壓力 所以P就會等於F除以A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測出這裡面的壓力 然後還可以測出這裡面剩下的空氣的體積 那你就可以加重加重 然後去量它的體積 你要讓它跟室溫要達到定溫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做出這個圖 這個其實是可以探究於思作的 如果各位如果想要做學習歷程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實驗不難 那這就是波伊爾 他發現的這個關係 那第二個是給呂薩克 第二個 給呂薩克 給呂薩克 給呂薩克他的英文呢 是Gay 然後Lucy 這樣子 就這樣 那麼 他發現的關係呢 是當你的容器體積固定的時候 定溫的情況 剛剛是定溫 那現在定溫 定溫的時候 然後壓力呢 會正比溫度 壓力會正比溫度 壓力 如果你的容器固定 比如說水壺 那個保溫瓶 保溫瓶 你越熱 就壓力越大 這個蠻可以理解的吧 或者是你 越冷壓力越小 或是像那個 有的時候你可以做一種實驗 就是把那個保特瓶 然後去裝熱水 然後倒掉 裡面還有這個空氣的時候 鎖起來 然後過一陣子 他就會自己縮下去 那是因為裡面的壓力 因為溫度降低了 可是他裡面的氣體的 這個保特瓶的容量是固定的 所以他最後變成說壓力太小 然後大氣壓就壓下去 好 那這個他發現了這樣的關係 溫度 他發現了溫度 他發現了溫度 越高 越高 那 壓力越大 他們是正比 實驗出來是正比 那溫度為0的時候沒有壓力 那溫度 和壓力成正比 那溫度為0的時候沒有壓力 可是我們知道說你的冰塊 還是水 還是水 還是什麼 一些液體 他在溫度的時候 他在溫度的時候還是有壓力 或是說你的冰箱的冷凍庫 冰箱的冷凍庫如果是0度 難道裡面就完全沒有壓力嗎 所以其實不是這個0度C 他不是0度C 他是0K 他實際上是這樣子的 好 这个黄色的坐标是摄氏度 实际上我们在摄氏零度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压力 这个不是摄氏的零度 到底是什么温度的零 那为什么他会说他们两个成正 那事实上是真的实验出来 它是成一个正比正相关 但是并不是马上看出来 一开始它其实是 只是有线性的关系 就是它的气体随着温度的上升 压力越来越大 随着温度上升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是一条直线 他们实验的结果是 它是一条直线 那这条直线呢 如果让它延伸的话 让它延伸的话 它最后会通过 会通过X轴 然后会在-273.15度C的地方 跟X轴相交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如果想要让它变成正比关系 而不是只是一条线的话 因为如果你只是这样子 你没办法说它成正比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没办法说成正比 你必须要让它 圆点就是零 对于两个轴 X轴 Y轴来说 圆点都是零 这样的话才是成正比 所以为了要让它成正比 这样更好算 那就干脆把零移过去 就把-273.15呢 叫做零 然后这个原本的零呢 就要叫做273.15 这个温标 温标就是温度的标示的种类 你可以是渡C、浙氏或华氏渡为辅 那这种把-273.15叫做零的 是克氏温标K 所以这里是零K 这里是273.15K 不是OK OK便利三便 好那么 所以它就发现这样 它就发现这个 随着温度上升 本来是一大气压 你就 拿一个气水瓶 然后装一些空气锁起来 然后温度上升 然后气水瓶压力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结果是呈现性的 但是反向延伸 反向延伸的话 最后是 跟X轴交于-273.15度C 那干脆把负荷器3.15度C 射成零 这样的话就可以成正比 这样就可以成正比 那事实上 其实没办法达到这么低温 因为气体它冷却冷却 最后它其实应该会 变成液体 所以这只是一种方便 在当时 在当时是一种方便的做法 就是我们把这条线延伸 然后让它交于X轴 然后再把零点移过去 让它成正比 可是后来到大学 你可能到大二 如果你是读基础科学的 化工物理化学 这些的话 你可能会学到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有说 有解释 这个克尔文这个人 他有提出一套推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用 负荷器3.15当做零 那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以后大学再去研究吧 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给吕萨克他不是只有 发现说他成正比 而且是各种气体 各种气体的这条线呢 都会是延伸以后 都会是交于 负荷器3.15 负荷器 这两条线差异在哪里呢 差异在不同的容量 上面这个比较抖的话 就是你加入一点点 他压力就变很快 那可能就是他的气体 容器比较小 容器比较小的话 容器比较大 容器比较大 所以他加入一点点 压力就变多很快 如果是比较少的空气的话 加入一点点 那个压力没有变得那么快 所以这是不同的体积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查理 查理定律 给吕萨克的是这一个 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个 第三个 是查理 或是查尔斯 因为这个念起来 其实是查尔斯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念查理 其实是念查尔斯 那他的做 他发现的就是 定压下 那 定压了嘛 定压了 所以 接下来就是 体积会跟温度成正 体积会跟温度成正 他得到的结论 也跟这个很像 就是 如果这里是体积 如果这里是体积 这也是温度 那他们是成正比的 但也不是说直接成正比 而是要跟这个 客室温标的温度成正比 那实际上我们的温度 零度的时候 冰箱的冷冻库 零度的时候呢 那个空气 它体积不是零 因为你看这边 如果温度是零 那体积就是零了 体积就零 就没有体积 那可是我们的冰箱里面 冷冻库的空气 它在零度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体积啊 所以其实那个零度是摄氏度 我们的冰箱的温度 是摄氏度 那一样哦 这一个查理定律 他也是发现说 一开始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的气体 随着温度上升的膨胀 气体随着温度上升的膨胀 那这是一条线性关系 然后我们再把它反向延伸之后 它到这边是 一样是负273.15度C 然后这边是零度C 那所以一样也是把这个 负273.15 就叫零度C 然后零度C 就是273.15K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让温度和体积成正比的 好 那这两个就是所谓的 查理定律和格里萨克的定律 他们发现的 还有就是 查理定律也是 你用不同的种类的气体 或是不同压力的 因为它刚刚是定压 所以这个其实是第一种压力 那如果压力小一点的话 或是压力 压力小一点 你上升温度 你体积就不会变化太快 它就是 也是会有另外一条线 也是会有另外一条线 就是了 也是会有另外一条线 那时候你升加温度 它热胀比较慢 它膨胀比较慢 压力小的 压力小的 你加热它膨胀比较快 虽然说好像有点上不完 不过还是要跟各位问一下问题 请问刚刚老师说这个 右边这个 P1和P2 都是定压 那哪一个压力是比较大 P1压力比较大 P2压力比较大 各位想象一下 P1压力比较大 P2压力比较大 这是一个加分比 没错了 那 剩下一点时间还是要把 一些实验工具讲一讲 怎么去验证 我稍等一下 等黑板干掉 蔡宏玉回答是1 这个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加压 对一个瓶子加压 然后那个瓶子拿去加热 那那个瓶子会比较容易膨胀吗 所以哪一个比较容易膨胀 哪一个比较不容易 你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哪一个压力大 压力大的应该比较不容易膨胀 加压 我是说外面 它固定压力 它固定压力 所以压力固定的情况下 如果它一开始的压力越大 应该是越难去膨胀 体积越难变大 我好像时间来不及 培里萨克的实验装置 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达成 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达成 有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一个气体 TGV 然后它这里面呢有灌那个水 灌水 那一开始两边水是一样高的 这是一个联通管 然后外面这是开口 这是有开口的 那这样的话两边压力一样 这边的这个压力是一大气压 然后它给它放到热水里面或是放到冰水里面 让它加热 加热以后呢 加热以后 它的体积就会膨胀 它的体积膨胀 所以这个水里面会下降 我们跑到这里 下降到这边 那这里会上升 这里会上升 因为给鲁萨克这是要定容 那它怎么办呢 就要再加压 在这边灌水引进去 或是把这个拉高 这样让它这个部分回到这里 它这时候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它的压力差 可以获得压力 可是我可以把这个管子抬高 抬高以后这一段不会变 这个H不会变 但是这一段会上升 其实会啦 H会变 那最后它可以变成这样 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了 要签到的同学 你要记得留言 这要老师才叫念 我们把它抬高 抬高以后 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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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这边呢 就会往上 他最后可能跑来这里 所以最后他可以知道 这一段高度差 从这一段高度差叫h' 他可以去从这个p等于r 去得到压力 去得到压力 就像脱离切力的那个实验一样 那最后呢 他得到压力 他可是我们的水银又回到原来的高度 水银又回到原来的高度了 所以他这个V就可以固定了 这个就是给鲁萨克 他的 一个可以用来验证给鲁萨克定律的细彩 可以下课了 有问题可以问 谢谢大家